各位好 欢迎加入大爱十点新闻 我是林国新 首先带您看到 又有台风生成了 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地气压 今天早上8点成为今年编号 第17号的台风沙德尔 预计它的路径会持续的偏西 经过菲律宾往中南半岛移动 直接影响台湾的机会不高 但是提醒您的是 明天星期三开始 一路到星期五清晨 外围环流以及东北风的影响下 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 雨势会增加 甚至会出现局部大雨的机会 要多加的留意 再来看到国际间这起强震 美国阿拉斯加外海在当地时间 19号中午12点54分 也就是台湾时间 今天清晨接近5点的时候 发生规模7点5的地震 随后也发布了海啸警报 警铃声响起请沿岸的居民 以及学校师生往高处移动 当局也针对阿拉斯加湾沿岸 还有金奈半岛南端一带 发布了海啸警报 范围是长达1500多公里 根据美国地调所的资料显示 这起地震深度是40.1公里 属于浅层的地震 正央在小镇沙角市91公里处 而且在地震后11分钟 还曾经发生过规模5.2的余震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导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传出有人员伤亡的消息 继续来看到是虾温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导 日本冲绳县有一家白虾的养殖场 出现虾类急性肝一线坏死病 有将近10万只的白虾死亡 这是日本第一次出现这类的疾病 病源可能来自泰国 报导指出 这间养殖场8月从泰国进口虾苗 却没有提交肆育状况报告书 地方政府在这个月8号的时候 才进行检查 采用送宴 爆发虾温之后 目前计划对环境消毒 并且处理掉剩余的虾 不再对外贩售 而虾类急性肝一线坏死病 是甲壳类的疾病 过去没有传染给人类的记录 接着来关心 国际间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消息 全球确诊有4000多万例了 超过110万人死亡 许多国家政府高层 也纷纷受到了威胁 上市法国总统府 就发表最新的声明表示 第一夫人BG曾经接触过一名确诊病患 因此必须遵守现行的规定 自我隔离 法国第一夫人BG马克宏 今年67岁 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没有出现症状 但是第一夫人在10月15号 曾经接触过那一位确诊的患者 检测呈现阳性反应 已经出现了病症 面对第二波疫情反弹 各国都积极应变 例如在英国当前疫情攀升 威尔斯地区新增确诊病例数 是月初的两倍多 因此当地政府就宣布了 从23号晚上6点开始 全面封锁两个星期 将到11月9号为止 以免医疗资源不堪负荷 每个人在互联系 都会有必须 留在家宁 除非真的无法执行 否则一律改为在家里头上班 也不能随意的跨区移动 或者是串门子和其他人会面 教育方面 小学还有中学第七以及第八年级 可以在七天后复学 而大学方面要实施面授 以及网络混合教学 不过这段期间幼儿园将会开放 至于在这段期间被迫关闭的中小企业 将可以获得补偿 国内的疫情方面 疫情指挥中心昨天宣布 台湾新增五例境外移入的确诊个案 有两例来自菲律宾 其他的分别来自法国 印尼跟俄罗斯 其中有三例都是检验期满之前裁检 一例是居家检疫期发病的 值得关注的是案536 是台湾首度进行扩大裁检 也就是将部分的检体重新检验之后 专案确诊 因此还有许多的疑点需要厘清 有新增确诊五例的境外移入的病例 其中案536台湾男性最引发关注 10月11号入境台湾时机场裁检阴性 居家检疫期出现咳嗽呼吸困难 但个案本身有过敏性鼻炎 与气喘病史没有通报 那为何10月16号 由卫生单位安排裁检确诊 上周确诊的江苏台商530这个案子 有关二采三采四采都因性 那对岸这边他们就周围的这些接触者 也都因性 我们是研判就是说呢 需要再做一个比较扩大的裁检的专案 这次首度针对实验室同一机台上的检体 进行扩大裁检专案 一共31位民众检体需要复验 包含24位同天入境的旅客 与六位实验室所属医院的患者 结果案530复检后阴性 案536则是因转阳确诊 还出现这个状况 那他在我们要再进行再次复验裁检的时候呢 诊断是肺炎 那不幸因为呼吸衰竭已经往生 还不宜做什么样的一些推论或揣测 我们会在一个礼拜之后 把这个详细的结果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究竟是实验室裁检或研判有误 都还拥戴离亲 至于另外四位境外移入 案537、538从菲律宾入境 案539是印尼境外生 都是检疫期满前裁检 案540则是居家检疫期发病 都没有进入社区造成威胁 大海新闻 杨韵慈 邓映中台北报导 发生在两年前 也就是2018年10月 台铁普悠玛事件 独走18条宝贵的生命 两年过去了 运输安全委员会 终于完成最终的调查报告 并且公布事故原因 主要是驾驶超速行驶 不过调查也发现到 台铁局还有铁道局的管理 以及列车的设计都有严重的缺失 例如说面板太过复杂 零件故障也没有详细的SOP 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列车直直撞上月台 八节车厢统统出轨 严重扭曲 普悠玛惨痛事件 造成18人死亡 将近300人受伤 运安会去年重启调查 历经一年两个月 公布最终报告 驾驶出发前就关闭超速警示 时速飙到140公里 途中煮风泵故障 刹车失灵 驾驶完全慌了手脚 他跟检察员 调度员 持续在对话 驾驶舱的面板 他要去操作它的话 有一个很复杂的环境 所以会看得到 他没有办法专注在 他驾驶工作上面 但这只是最后一根稻草 调查中发现 管理处处都是漏洞 机械故障时 到底该怎么做 没有完整SOP 驾驶训练也没有分成 不同车种进行 车辆检查更没落实 一共27项都有待后续改善 接到之后 90天内 他要一个计划出来 这个计划 他可能说 他10个月会完成它 我们这个过程也会去查看 个人是可以觉得可以接受的 没有像第一次一样 就是说把这个救责 全部归咎于司机的一个人 责任厘清告一段落 给家属一个交代 改善作业更得落实 乘客的安全法官则无旁贷 大线的水产科兴志 台北报道 健康话题来看到的是 喝水有益健康 不过重复加热煮沸的 千滚水跟隔夜水 会不会损害健康呢 因为网路上就流传说 这一类的水 还有大量的细菌跟亚硝酸盐 喝下肚的话 不只容易生病 还有可能会致癌 然而营养师曾经说到 这当中有害健康的物质 还不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所以要请大家放心 水滚开了 再多滚一会 普遍人认为 这样能够有效去除 水中杂质与细菌 但是网路却谣传 让水一滚再滚 容易致癌 文章指出 反复烧开的千滚水 随着煮沸次数越多 亚硝酸盐含量也跟着增加 里面的亚硝酸盐的量 其实很少很少 特别当我们讲的 比较起来比较多 可能是矿泉水 我矿泉水一天至少 它以每天经营量来说 一天至少要喝到 四公升到五公升 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量 千滚水中的有害物质 谈不上致癌 但另一种水 就有可能影响健康 夏天炎热 烧开的水放凉再喝 长时间暴露在室温下 水中细菌素容易超标 没有加改 我的空气里面有很多细菌啊 病毒啊 都有可能落到我们的水里面 避免引起健康问题 喝水遵守新鲜原则 喝多少煮多少 不过度重复加热 最万无一失 大家新闻来被宣 国际宗 台中报道 109年全民运动会在花莲登场 这回的开幕仪式很不一样 特别呼吁大家一起来 响应减速 无痕饮食 只要在全民运动会期间 到花莲的东大门夜市消费 就可以免费租借环保餐具 另外在比赛的场地 也展示了慈济行动环保教育车 呼吁大家一起来友善环境 随着音乐声 大会期缓缓升起 开幕式当天 邀请许多摊位 响应减速无痕饮食 花莲县环保局和慈济基基金会合作 提供环保餐具租借服务 不管是全民运 或者是观光疫情的关系 大量的游客产生了很多 这个塑胶制品 废弃物 所以我们就开始构想在 比较大型的活动 来办这个环保餐具借用的服务 同时也提供借用你们慈济基基金会的 这个餐盒给摊商使用 为带动全民环保议事 花莲县政府也邀约慈济 在花莲小巨蛋展示行动环保教育车 行动环保教育车 也放在现场 那展开了为期大概一个礼拜的 在这个地方做环保宣导的一个活动 呼应了这次全民运 在花莲县政府所提倡的 我们怎么样落实环保无数 然后不用一次性的餐具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宣导行为 花莲县也有许多学校 把握机会带学生前来学习环保教育 很多的宝特品 年垃圾宝特品都丢到哪里 大海 要使用碗筷 还有购物袋 为什么要用环保杯碗筷 因为其他动物才不会吃掉 我们制造的那些垃圾 减速无痕饮食 不应只是一句口号 唯有从源头做起 才能达到垃圾减量 留给后代子孙一个美丽的地球 这种全民运动会是两年举办一次 正在花莲举办当中 选手们也在参加比赛 那么今年一共有5000多名的选手参赛 系列报导要告诉大家 服务体育选手的是运动医学医师 而这种运动医学医师和一般的医师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先带你从运动医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起 以前我们这个市场 我们是用身体一起在试这些方法 现在不是 因为它方法就在这里 戴上眼罩 虚拟实境 就像在赛场上打击 影像拍摄投球轨迹 收集数据 分析角度和转速 投 打都能更有效率 投球动作是不是正确效率就很重要 越有效率你也可以把身体力量用得越好 谢长赫当年球场叱咤风云 控球功力无人能及 如今他办棒球学校用科技教学 我们以前练的很多搞不好都不是很正确 未来台湾的棒球一定会有改革 所谓的改革它应该会走向比较数据的棒球 运动需要科学 更需要医学 直棒新秀进入球队之前 必须先到医院体检 你的位置是什么 抛手 撑住不要让我往下压 再翘脚多一点 这边还好 before injury after injury 对对对 before injury可能 already have injury but not known 然后after injury 他已经non injury 那这样就没有 就是另外一回事 可能是走诊断 然后走开刀路线 体脂肪 肌肉分不比重 眼力看不出来 医疗一气一扫 统统现行 可以给他们一个很完整的评估 我这边的话也可以执行医生评估 然后再给医院做回馈 竞技运动员生活就是比赛 还没成为职业选手 在校园内打基础 就该建立运动医学概念 自己是学运动 所以对于肌力训练这部分 自己也觉得还蛮耐好 但后面发现 受伤跟强化肌力好像 虽然有相关 但又不是真的全部都是相同的 可能还是需要寻求物理治疗的保护 这样还好吗 我心里很挣扎 我到底要不要去看医生 我到底要不要接受治疗 就是会惧怕会想很多 我其实拖了一年 不要让他们好像有点疾病乱投医 因为过去的运动医学就是 对选手来说 对教员来说 其实也很困扰 他们就是好 他受伤了 那他知道他要看医生 可是他可能就不知道看谁 同样对运动有热情 同样拥有医学专业 年轻热血医师 组成运动医学团队 走出医院之外 照顾更多人 有点类是下乡服务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样子 大概已经有主动初级了 所以可能以现在来讲 可能现在运动医学 这个区块对于各个县市的 这些基层选手的培育 我想它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事实上我们体育班的孩子 真的绝大部分都是比较弱势 医师团队也很有热忱 是说要来帮县里面 我们这些学生来做一些服务 以病为师 治疗的过程就是一种学习 接触的反而族群差很多 因为都是年轻人跟运动人 都是身强体壮 学到之后 然后回来应用在 我们在地的老人或我本身的一些病人 运动医学医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他要想办法 他不是只叫他休息 我们讲的就叫做运动厨房 他每个人都得到适当的运动之后 他其实都可以变相的回春 而不是要吞很多药 运动医学不止运动选手要懂 老弱残病都绝对必要 当深奥的医学知识变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尝试 运动就能有效率地为健康加分 环顾国际间最近天灾频传像是东南亚国家 雨季期间又接连受到三个台风的搅局 导致水患不断 此际有心想帮助却是困难重重 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无法提供跨国的援助 三民的处境令人相当不舍 大家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头 上人在今天的志工早会上就呼吁 平安的人要多造福 多付出 期盼人人共同提起一份善念 发挥爱的力量一起祈祷天下平安 人人要知道天下有很多的国家在大灾难 我们要发挥国际救灾 平安的人发挥 不分贫富 要尽一份力量 不只是点滴付出 即使是呼应 当你付出的时候 要尽一念虔诚的心的祝福 而且要祈祷 还要呢 要起一年 忐悟的心 忐悟呀 虔诚啊 虔诚祈祷啊 这个时候是需要 心心 谢谢 心心 亮亮 大家要合集關懷天下的災害 而且心心涼涼要牽涉 為天下祈求平安 這就是我們現在最重要 所以各位菩薩 我們不能挑笑方觀 我們的平安 我們這麼要感恩 我們的感恩這麼要堅勝 發揮我們的愛的力量 所以愛的勇氣要拿出來 大家一個人看一個人 要口口相喘 人人相勸 真真的把愛都發揮出來 這是保護平安 加拿大的安大略省 最近新冠肺炎的確診人數 是快速的攀升 因此加拿大當地有八所慈濟人文學校 全面採取了線上教學的方式 不僅如此 為了讓學生可以快速的 學會使用電腦 還特別增加漢語拼音的教學 提升學習效能 好 陳譽來了 所以老師也給您一個綠色的星星 我們現在全班都到齊了 慈濟北多倫多人文學校 因為當地疫情關係 改採線上遠距上課 但老師的教學 一點都不打折 如果你有更多的食物 然後你給到那個學校 他們就會遇到沒有人的食物的家 非常好 當地電腦鍵盤沒有注音符號 為了幫助孩子順利學習 因此課堂除了有注音課程外 也透過有趣方式增加漢語平音教學 不只課堂耐心教學 老師課後也利用時間 線上批改學生作業 給予及時回饋 疫情讓學校關閉 但老師們對孩子愛的教育 卻不曾耽擱 台新聞折扇美志工 梁岩康加拿大報導 線上小學已經變成一種趨勢了 美國舊金山慈濟志工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從今年的3月開始 暫停在一所小學的食物發放任務 不過隨著美國各學校 改為線上教學之後 志工們特地請老師 卻了解學生的需求 而學生最需要的就是耳機了 方便在家學習 於是志工就很貼心地準備 這份學習的禮物 散房不到三坪 孩子上課 就在一張小小的折疊桌 上網學習 最需要的就是他 耳機 因應防疫 雲燈教學 讓耳機成為市場熱銷配件 舊金山慈濟志工 多方尋找隔離噪音 不傷耳朵的耳機 要送給劉桂銘小學散房家庭 以及灣景區四所小學的學生 我們是住在散房裡面的 這裡人口比較多 有嘲雜的聲音 感謝自己給我們送了這個耳機 他對我的兒子幫助很大 上課他就不會那麼吵 對小孩上課的猛樂很有好處 謝謝這個執行盡量 謝謝大家 在劉桂銘小學 執行12年的實務發放 目前暫停 這個安心就學計劃關懷依舊 這次還領到你們給的白板 耳機 還有那個口罩 還有再領到那個飯 我感覺很開心很好 很感激你們 很感動你們 對我的孫子這麼好 對他的照顧 我就不懂什麼都不懂 我老人家什麼都不懂 你們這麼多關心我 就很非常想像你們 大家新聞真善美之工林玉珍 美國報導 新聞最後帶您看到 在沙烏地阿阿伯 出現全球最大的咖啡化 有220平方公尺 大約是66平大 創作的主題是當地的國王 感謝您加入今天的大愛十點新聞 我們再會